大家好 我现在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模具的装配和调试 现在我首先教大家认识一下 模具有哪些部分组成 模具有磨架 然后还有那个 葱头 有那个百块 然后有送料爪 还有那个构料板 有那个刀片 切刀 还有那个切刀座 切刀座就是那个 切料袋的 切刀座 现在和大家来 讲解一下那个刀片的装配 现在我先把那个 上内刀和上外刀装上 再把那个压刀装上 再装 下内刀和下外刀 还有切刀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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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确认一下刀片的位置 是不是都对得上 下面再来安装 把端子穿入料袋 确认端子 从过料板里面走的时候 是不是很顺畅 端子来回要保持顺畅 可以了 然后再把过料板装到 那个磨架上面 再来确认 看那个端子的料袋 是不是经过那个切刀做 好 好 一半 五百分之二 五百分之二 六百分之二 确认一下那个端子的料带有没有经过切刀做 端子的料带经过切刀做 然后那个压线皮的那个部分要对着外刀 压线心的要对着内刀 先确认一下 然后再来确认那个送料爪的位置 首先那个第一个端子我们要把它送到那个 模具的那个白块在最高点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端子送到那个刀口的下面 然后再来确认那个 送料爪的位置是不是在那个 料带的那个卡槽里面 现在位置不对 要把那个送料爪往前面推一点点 我现在在调节那个 端子的那个调节罗姆 送料爪的调节罗姆 我现在在调节罗姆 现在是这里有个小材料 我现在用这个镜子的东西 不过来 这把这个镜子的东西 我现在想要不要再打垂 了 端子压好没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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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搅好了吗 这个松了准就可以了 让我多提一下就有了 你应该理的一模一模 你现在拍着什么样子 我们就基本上调好了 基本上调好了